台南在地地面的石川泰原 在中央的文中心 有行古典与野兽隔壁 這次有總共電池19天精彩作品 用古典派和野兽派 兩種創作的方式創作是相當的特別 這次主要訴求的是 立體主義叫古典主義 我是表現對原住民 表現對關心電視 這個作品每一、二十年前就有雷劑 就是慢慢地拿起來再修改 然後剛好有這個基研 在這個總業運動中心做一個展現 兩種某個月牌結合 典派出離神和甘神之美 現場可以看到一百還有一百的月牌 是原住民為主題 說出這首民造的故事 讓看見的人有所感受 當時也能沉思 這是很難得 在我們總業運文中心的紅樓 有陳太元老師的個展 那他這次個展的主題叫 古典與野獸 那其實雖然古典跟野獸 是兩個很不一樣極端的派別 可是其實陳老師他的創作 反而呈現了古典跟野獸 理性跟感性之間的一種平衡 這次的展覽中的一樓展到八月二十七盒結束 在某島總業運動中心 蒙老鼻展間展出 歡迎鄉親擁有看電 那但是沒有來算有正常 沒到彩虹沒到